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乱交朋友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诗诗记第十四章 我们继续思想参孙的故事 参孙长大了 有一天他到外邦看到一个女孩子 他就喜欢这个外邦的女子 回家跟爸爸妈妈说要娶外邦的女人 而爸爸妈妈说不可以啊 本国以色列有很多的女孩子 为什么你要去娶外面的不认识上帝的人当妻子呢 参孙说我就是喜欢啊 哇他就坚持要去娶妻 在路上他碰到一头凶猛的狮子 这个时候神的灵大大感动他 他竟然手无寸铁 没有任何的器械 就把狮子撕裂如同撕裂羊羔一样 哇他这么勇敢 力气这么大 更奇怪的是 他发现狮子的尸体里头竟然有风 有蜜 哇这是个好奇怪的事情 那接下来他就去参加娶亲的喜宴 在婚宴当中他出了一个谜语给大家猜 让大家猜不猜得到 而赌注就是三十件衣服 当时衣服是非常贵重的 他说 甜者从强者出 哦这什么意思 大家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只有残孙知道啊 而这些人就威胁残孙的妻子 说你一定要把答案告诉我们 否则我们就要拿出衣服 我们也没有衣服 怎么办 就威胁他的妻子 而妻子就天天哭 逼问三孙到底什么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 后来残孙受不了 就只好告诉太太 答案 于是这群人就说 哦是从狮子里头有蜂蜜 哇残孙被迫要交出三十件衣服 他怎么做呢 他就去杀敌三十个人 而交出衣服来 这一章我们看到 神的灵大大感动残孙 他可以去击杀敌人 可以交出衣服 他好有勇气 好有力气 可以杀狮子 可以杀敌人 但注意 他选择的朋友 他所选择的女朋友 是对还错啊 是错误的 是没有认识上帝的 是不敬钱的女孩子 以至于他后面娶妻 他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娶妻遇到的事情 好多的危险 上帝都帮助他 但注意 如果他不要走这条道路 就不会有后面的危险啊 今天我们所交的朋友 很重要 如果有朋友叫我们 不要去教会 跟我们一起做坏事 不要听爸爸妈妈老师的话 请问要不要交这样的朋友呢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谨慎我们的交友 过上帝喜悦 平安的生活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神愿意拯救我们 但求神也让我们谨慎的 来走尊严神话语的道路 不要乱交朋友 求主保护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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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